李隆基未婚妻王青霞 還押懲教所已經接近兩星期 事件成為花生有茶餘飯後討論的話題 連有樂壇風紀之稱的欣妮 都加入了這個戰場 子機哥扮豬吃老虎 博同情 又說這宗是詐騙戀等等 對於欣妮的言論 機哥這天去探望Chris時都有回應 想不到想不到他會加入這個建築 你會不會反駁 我不會反駁 每個人有他的思想 他很可能不知道裡面什麼事情 他一想到是這樣的 就在網上發表 你會不會私下聯絡他 找他去談談 不會了 隨便他 你不介意他誤會 不介意 沒什麼所謂 可能他誤會你 不不 由得他 老實說幾十年沒見 認識了幾十年 他現在才知道我是一個假裝豬吃老虎的人 他有一點失敗 應該早早就知道我認識假裝豬 其實告訴他也不明白 我從頭到尾都是豬 但是他好像暗示到你剛才有演出 這個時候 說真的 演出其實是這件事之前的事已經定好了 即是接下來三月這個演出 是呀 很早已經定好了 簽了約 收了訂 自事件後 機哥也推了不少工作 這天他在香港首度出席公開活動 為在場觀眾獻唱 更憑歌寄意 在場觀眾獻唱 更憑歌寄意 在場觀眾獻唱 更憑歌寄意 就算你剛才看到很多人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真的很感動 剛才沒有幾個台上有些禁煙 是不是有很多粉絲支持自己 都忍不住呢 很多人都說 李隆杰真是很懂演戲 我也很希望 我也希望能夠在演藝方面 繼續好一點的發展 但是 我就不希望用這些真實情況去 在這個演戲裏面表達